伦敦大学说引用资料都是LSE给他 那今天LSE又说了 我们手上没有这些东西 那请问问题到底在哪 你没有参加过口试的东西 怎么会有个博士论文出来呢 就现在还在那边 所以我觉得他将来会死得很惨 LSE就是伦敦正义学院 他们公开的否认 他们手上有蔡英文的口试的论文 所有的过程 像蔡英文到现在的讲法 伦敦大学公开的宣称过说 他有所谓的证明书啊 有博士论文 但是伦敦大学那些东西呢 都是LSE给他们的 那现在LSE公开宣称说没有了 那怎么就出现一个问题了 可是看蔡英文最近的四项声明里面还在扯 就说伦敦大学已经讲过了 对国有的论文 跟我的一些相关的证明文件 可是伦敦大学到现在为止 有他们自己公开站出来吗 还没有 请你伦敦大学公开开个记者会 说他有博士论文好不好 可是伦敦大学说引用资料 都是LSE给他了 那今天LSE又说了 我们手上没有这些东西 那请问问到底在哪里 面对这些问题 因为你是国家的元首 国家的领导人 这个东西不要把责任都推给法院 今天向我们接触 我正好就认为两个博士 如果大家对我的博士任何言语的时候 你要博士论文我把博士论给你看 你要博士证书把博士论给你看 你告诉我的扣识委 我把扣识委给你看 这个清清楚楚 这有什么难的 这你只要花一分钟到两分钟时间 你可以节省社会上多少的争议 社会的社会的资源 你太多让老百姓感觉起来 其中有太多的暴力在 那问题你是一个国家的领导人 面对人民对你的诚信 提出质疑的时候 你不能丢给说 伦伦大学里面曾经讲过这句话 一个国家的领导人的诚信 都受到了质疑的时候 请问你怎么代理这个国家 所以我觉得他讲了那么多都没有用 把人民的所有的疑虑 把它讲出来那就够了 那这一次LSE刚刚问 他很清楚的他否认 他手上有任何蔡英文的口识 换句话说你又没有参加过口识 大家都不知道 那LSE认为说 我这边没有你参加过口识的质疑 那怎么办呢 那不论文还是假的吗 你没有参加过口识的东西 怎么会有个博士论文出来呢 就现在还在那边凹 所以我觉得他将来会死得很惨 经过这一场事件 我们也非常谢谢孔文正先生 这种不离不弃的 一直追查到底 跟各位讲 我跟他的政治立场是来源没中 来源没错 但是我也很佩服他这种 所谓的追求这种道德勇气 这是一个台湾民主社会 或台湾一个良善价值 必须具备的 但是大家对一些事情的公平正义 试着何不诚信 这是大家要相互坚持的 你要知道对蔡英文来讲 他现在心中是恐惧的 就像我们自己来讲 假如我今天的论文是假的 那社会上也有揭发我 可是我身上有权力 那我会产生什么样的一种 心理的反应 我充满着恐惧吗 因为哪一天东方司法 你都不知道 所以一方面呢 他就不断地要掩饰他自己 那另外一个我比较担心的就是 蔡英文的论文是假的问题 其他现在在我来看 已经是一个国安问题 他不是一个个人操守的问题 那美国呢 不会会不会认为说 蔡英文现在是最好 于居于求的一个阶段 我要你做什么都不敢拒绝 而蔡英文也不敢拒绝美国 所以说美国现在要来出 叫蔡英文表态 叫你来用力的公投 他就要用力的公投 他必须做给美国看 我对得起你 美国人叫台湾买什么样的武器 他们就必须买什么样的军工 蔡英文也不敢拒绝 那这个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我们台湾的整个主权 我们的管理权 几乎都被美国完全掌握了 就是因为蔡英文的论文 把你掌握在美国和英文的手上 第二个呢 更可怕的是 2024年呢 如果是国民党执政怎么办 或者是像赖清德执政怎么办 赖清德不见得会放过你 蔡英文呢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蔡英文会不会狗急跳墙 但是我们可以确定一点 如果你的论文真的是假的话 现在看起来99.9%已经是假的了 那你这种东西 你是不是把自己台湾的权 把自己的命运 那也等于把台湾的命运 完全压在外国的手上 所以我也呼吁民进党 包括赖清德副总统 我其实感觉到说 民进党内部 其实有相当大的一部声音 已经在酝酿了 只是蔡英文现在用这个总统的身份 用习民权的身份 把他们压住 面对蔡英文的事情 蓝营当然要加大力度 可是我希望令人的内部也要反省 不管你是战争统一 或者战争态度 那绝对不能容许一个论文造假的一个总统 那我请问一下 难道绿营里面 现在没有道德勇气的人了吗 你们不应该站出来吗 我张耀卓会继续站出来 我很早的时候 我就已经站出来 我这次12月18号公投外 我还会持续站出来 呼吁大家来面对蔡英文 一个不诚实的一个总统 你必须让他下台 如果蔡英文今天面对 迷连党这些大佬们 或者绿营这些重要的人士 蔡英文都不敢面对 面对讲清楚的时候 那我问题 你不是造假是什么 真金不怕火炼吗 而且这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吗 有个博士论文就 有博士论文 有个博士论文 有个博士论文 就把他讲清楚就好 请问这很困难吗 老师刚刚你刚说 就是你之后也是会再持续 跟对象这些事情 对 我追查我不敢讲 因为我今天没有权力 但是我会占颜一个民间 比如我会继续办一些游行 或者办一些活动 蔡英文你要小心 今天你没有被利用价值的时候 美国很快就把你给丢掉了 所以蔡英文其实她现在蛮可怜的 在我来讲她就蛮可怜的 你也知道 因为她眼太大了 谎言片太大了 她自己没有想到 这些人会东方释法 所以我觉得她内心的煎熬 是你超出离我所能想象到 大家好 我是张亚中 中时新闻网 是我每天必看的 重要的媒体之一 我也从中间得到了很多丰富 而且清楚的资讯 现在经营媒体的确不容易 请大家按下订阅 并开启小铃铛 随时掌握新的资讯 如果您方便 也希望支持 给大家更多的donate 让中时新闻网 能够办得更多 更好 更受大家的欢迎 谢谢您